蓝旺基只感觉到眼前一亮 再次入墓底就不是原来的密室 而是一个高耸入云的石碑 四处观察了一番 除了他没有任何生命 就在蓝旺基担心兄长和卫英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道声音 一随心动 意在心 见无处不在 通过石海中的提示 蓝旺基知道这是一处领悟建议的石碑 是曾经那个鼎盛的门派的镇山之宝 只有领悟了建议 才能够破开迷障 回到密室中 知道自己如何着急都没有用处 蓝旺基闭目调整了一番心态 开始仔细地观察起石碑 石碑上刻着一些尖色难懂的文字 上方有着一道道或深或浅的刻痕 看起来应该是领悟了建议之后的修饰 在石碑上留下的痕迹 蓝锡尘再一次睁开掩饰 入墓底就是一处巨大的藏书阁 观察一番里面的藏书数不尽 即使是见惯了书籍的蓝锡尘 看到如此多的书籍 都有些头晕 而脑海中的声音 让他更是面色难看又无奈 即使是心里有了建设 魏无羡还是在看到眼前的场景时 震惊了一把 原来他来到了一个仿若学堂般的地方 上手的是一个看起来与蓝老先生差不多年纪的人 下面坐着十几号年轻的学生 魏无羡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骚乱 大家仿若看不到他办 认认真真的讲课听课 通过几番试探 魏无羡知道那些人是看不到他也感受不到他的 而魏无羡也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离开那个讲课的先生三米远 只好耸拉着脑袋开始听讲 魏无羡跟着的那个讲课先生是归真宗的七长老 此人是归真宗的术法宗师 宗门内很多天才都想要成为他的嫡传弟子 奈何他当了几百年的宗门讲师 学生也有上万人 就是没有遇到一个满意的 即使如此七长老的授课 也是归真宗各个天才必争的课业之一 在座的学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 打败了上千的竞争对手才能够做到这里的 每个人的资质和悟性都是上上品 所以七长老的授课并不是规规矩矩的 而是充满了想象力和自由度 魏无羡在听了一小段之后 就收起了漫不经心的态度 下意识地变得严肃认真起来 七长老的授课囊括了炼丹 制服 阵法 炼器等各种数数 这些数数一通百通 相互联系 七长老讲课没有固定的课程 他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往往刚刚还在讲炼丹之法 话锋一转就变成了阵法 总之他的授课方式就连下面的那些天才 有时候都跟不上 魏无羡刚开始 还有些不得法门 听得云里雾里 表情同那些学子一般 脸上近是茫然 好在每堂课下课之前 七长老都会回到没人一个问题 那些学子的问题虽然还是比较深奥 但是魏无羡还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不然他就真的是在听天书了 之后 七长老会总结学生所有的问题 然后亲自上手 或炼制一颗丹药 或绘制一座阵法 或炼起 或福传 总之 即使魏无羡没有听懂大部分的专业知识 但是从七长老的示范中 也大概率地将一堂课吃透 即使课堂上没有吃透 由于魏无羡无法离开七长老的身边 他在七长老修炼 或者是看书研究的时候 还是学到了很多 自然在之后的课堂上 也越来越轻松 魏无羡这边上课上的连轴传 蓝忘机和蓝西辰两兄弟 就比较痛苦了 蓝忘机还好一些 他在建议碑边 一站就站了许久 蓝忘机被石碑上高深的建议所吸引 入定之后 脑海中自然而然开始挥动壁尘 不知道挥动了几百万次 突然间他灵光移动 剑招开始产生了变化 每招过后都会产生灵力的剑气 随着剑招的多变和剑气的挥发 到最后 蓝忘机的剑招已经开始趋向简单 但剑气却更加灵力 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招 随随便便地挥动壁尘 蓝忘机都能够感受到剑招所夹带的杀气和威势 最终所有的剑招归为简简单单的一挥一台 相较于望线二人 蓝熙辰则是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满眼无情无尽的书海 即使在喜欢学习 蓝熙辰也被这些书的数量搞得有些后退 更何况书中内容却是那般的博杂和晦涩难懂 可是不领悟书中的内容 就无法出去 蓝熙辰只能深吸一口气 暗自在心中给自己加油打气 拿起身旁最近的一本书 开始看了起来 书中描述了宗门的建立 发展 修真界各种知识 总之所有的书籍都具有大局观 总结了当下的经验以及教训 虽说看这些书属于填鸭式完成任务 但是蓝熙辰却并不这样行动 他每次看完一本书 都会拿起一旁暗桌上的笔记录下他的心得 没有日夜 没有疲惫 不知不觉中 蓝熙辰写下的心得 已经占据了原来书籍的位置 他看完的书籍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都是他的笔墨 三人在各自的境遇中努力着 越到后面 越加倍曾经的修真体系所颠覆 这才是真正的修真 百花齐放 各领风骚 而他们也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 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等到他们再一次再密室相聚 突然间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而原本四面都是墙壁 中间只有一座石台 被不知名的阵法笼罩的环境 突然间发生了变化 墙壁突然消失 他们消失的那三面 各自出现了一个石门 其余的依旧没有变化 三人推开蓝西辰消失的那道石门 里面竟然是一排排书架 上面放置的都是蓝西辰曾经写下的心得 魏无羡看着面前数不尽的书架 听了大哥的经历 突然间觉得自己埋头在各种数数研究中是多么的快乐 饶氏一向喜欢待在蓝家藏书阁的蓝忘机 在看了这么多兄长的笔墨之后 看向自家兄长的眼神怎么都透露着一种庆幸 蓝西辰没想到他写下的心得会以实体出现在他们的时空 一瞬间仿佛回到了被那些书籍所支配的恐惧中 在看看魏无羡幸灾乐祸的表情和弟弟兄长好不幸的神情时 他有一股想要暴揍两个弟弟的冲动 参观蓝西辰的密室之后 三人又去了魏无羡消失的石门内 里面随处摆放着一大堆不知名的东西 有法器、符传、刻盘等等 魏无羡虽然有些心理准备 但是看到他在听完课之后 炼制的各种东西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时 还是震惊了 毕竟当初他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 拿的可是归真宗的东西 虽然他拿了东西之后 那些人并没有任何一样让他感到奇怪 但是他也没有想那么多 只以为这是那位掌门对他的考验 看来我们在墙内所经历的都是真实的 所留下的东西也都是真实的 魏无羡站在唯一一处比较空旷的地界 有些尴尬地说道 看来确实如此 那我们再去望鸡那边看看吧 推开石门 入眼的不再是一间房屋 而是一处空旷的没有边界的空间 一座高耸入云巨大的石碑出现在三人的眼前 持此之外 别无他物 忘记 这时 剑一杯 兰西沉仔细观察了一番石碑 看向弟弟的眼神带了一丝惊讶 剑一杯 是我理解的那个剑一杯吗 魏无羡明显对剑一杯也很感兴趣 在听七长老授课的过程中 他也多次提起过剑一杯 而且那些听学的学子 对剑一杯也充满了神往 嗯 那兰湛 你 你领悟了吗 魏无羡问的有些小心翼翼 但是眼神却出卖了他 那眼中充满了肯定和对兰望姬的绝对信任 嗯 兰望姬被魏无羡直白的眼神看到耳朵发红 声音中都带着一丝羞怯 天啊 兰湛 你太厉害了吧 建议可不是那么容易领悟的 这不但要有极强的天赋 还要有坚韧的毅力和很大的运气啊 望姬 哪个是你的建议 兰西沉也为弟弟的成就感到高兴 看着石碑旁边显示的缩影所展示的一道又一道的刻痕问道 这个 兰望姬指着其中一道比较深的剑痕说道 这道剑痕处于石碑的正中间 同周围既到剑痕比起来深很多 也宽一些 望姬太厉害了 兄长为你感到骄傲 大哥 我看这件一杯上的剑痕有深有浅 有大有小 有宽有细 这有什么讲究吗 兰西沉明显骄傲的神情让魏无羡有些不解 这建议石碑是修真界最坚硬的石头 我在书中得知 建议石碑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它是凭空出现 而且是随机的 每出现一次 就会显现千年 千年后自动消失 去往下一个地方 所以 就算是当时最厉害的修者 也无法在其上留下痕迹 除非建议 而建议也分强弱 领悟的建议越深刻 石碑上留下的痕迹也越明显 从旺基留下的建痕中可知 他对于建议的领悟已经达到了九成 天啊 蓝战 你也太厉害了吧 从缩影中可以看出 蓝旺基的建议是少数记到最深的 被喜欢的人如此热烈地看着 蓝旺基又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了 无限 这建议碑是实体 看来不光是旺基的机缘了 蓝旭尘乐意与两个弟弟的关系越来越好 拉着魏无限面对着建议石碑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